雨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喔 大家很關心這個雨還要下多久喔 首先先從雷達回布圖來看到這一波的東北季風 帶來的水氣真的是相當的豐沛 金獎局目前是持續針對了北北基還有花蓮發布了大雨特報 而在雨熱區甚至是在宜蘭 宜蘭現在發布了好雨特報 不過這個雨還會持續下到明天 甚至到明天我們看到在北部還有大台北地區的東側 以及宜蘭呢還是持續會有大雨 甚至在宜蘭可能還會有好大雨的出現 在明天這個雨是會更多 所以提醒住在宜蘭地區的觀眾朋友 外出一定要特別注意自身的安全 那麼這幾天的這個天氣形態到底怎麼樣呢 進一步透過亞洲雨雨圖來幫大家看一下喔 那麼我們看到呢 這一次的這個東北季風它會有兩波在國慶日之前 那麼現在第一波就是我們目前 這個水氣相當多的一個天氣形態 而第二波將會在國慶日當天來報導 那麼禮拜一的這一波東北季風 它的水氣是比較少的 也因此如果好天氣要等到國慶日當天 不過好消息是禮拜天開始呢 第一波的東北季風就會慢慢減弱了 再加上我們看到了北方的高壓系統冷空氣 會慢慢下來 那這一波的冷空氣它也是屬於比較乾冷的 到時候我們看到從禮拜天開始天氣會慢慢轉好 禮拜一會更加的好了 但是從禮拜一開始冷空氣下來 全台灣的天氣溫度可能會再下降到1到2度左右 不過在這之前這幾天的天氣形態呢 因為像在東半目地區還有北部有下雨的地方 我們看到這個溫度大概是來到27度左右 另外在新竹以南是一個晴道多雲的好天氣 那麼這邊就會稍微偏悶熱一點點 高溫大概是來到32、33度 而國慶連假的出遊天氣怎麼樣呢 持續幫大家來整理一下 剛剛有說到在禮拜六之前還是要注意 這個特別是北部地區還有花蓮、宜蘭 特別是宜蘭是一個降雨的熱區 因此如果有出遊規劃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做好雨備的方案 特別是在宜蘭的話 如果你有在這邊遊玩 如果到山區 土石因為連日大雨是容易有土石鬆動的情況 要特別注意自身的安全 那麼好天氣要一直我們看到等到了 禮拜天開始 這個東北季風會慢慢減弱 慢慢減弱之後水氣跟著減少 到時候在桃園以南地區的天氣是更好了 那麼桃園以北我們看到水氣減少之後 要真正等到了禮拜一天氣 才會真的逐漸的變得更好 到時候我們看到禮拜一開始 這個天氣形態是一個比較乾爽舒適的好天氣 不過還是要注意在中南部的山區 午後可能還是會有一些些局部的震雨出現 那麼以上的天氣提供給大家 直接給提供詳細的各地溫度新聞 北部地區明天還是要留意大雨的發生 那麼降雨機率可以來到70% 繼續往中部走 我們看到中部是一個晴到多雲 或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不過日夜溫差比較大 要注意保暖 而繼續往南部走 高溫可以來到33度 但是在高雄地區留意 在午後可能會有一些雷震雨 而東部地區特別是花蓮提醒您 這邊可能會有大雨 好雨甚至好大雨的出現 而在外島的觀眾朋友提醒您 要注意做好防曬的措施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 我們轉換你們 來吧 好